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的这间会客厅步入内院 在这座畅金斋前 与我分享他们的故事 1963年的4月1日 宋庆龄乔迁于此 前一天周恩来总理 特意来到修建完工的 宋庆龄新居检查情况 这时也正是海棠花开最美的时节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照片 在1963年的6月14日 在这两颗西服海棠后面的唱金斋 宋庆龄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招待会 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25周年 中国福利会最早的前身 是宋庆龄在1938年6月 在香港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 保盟致力于向世界和平民主人士 宣传中国的抗战 当他得知解放区急需一名新闻记者的时候 就立刻联系斯诺 斯诺也成为了第一位 将中国红区的情况 向全世界报道的外国友人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照片 就是1964年12月18日的时候 斯诺来到这里 看望宋庆龄的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他手中 还带了一个小礼物 除了斯诺之外 我们熟知的白求恩来到中国 以及在中国开展的医疗活动 也和宋庆龄先生和保盟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先生是爱花之人 对我更是尤为的喜爱 春天他会要三五好友 在我的树冠下赏花饮宴 秋天他会将我的果实制成果酱 赠予身边的人品尝 在他的引荐下 我还见过很多相貌各异的人 他们中有各国的领导人 海内外知名学者 还有参观访问的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访华代表团 因为宋庆龄先生的特殊身份 这个院子每年都会接待 许多的国际友人 那这两颗西服海棠 也就成为了中国 与世界交往的重要见证 现在在每年的四月份 我们都会举办海棠文化节 赏海棠花开 品中华文化 促进人民交流互建 斑驳的年轮是岁月的痕迹 新生的知感是故事的延续 经历过岁月更迭 新旧变迁 我的故事仍在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